在这个牌涝泵站的工地上 当地人员是发现在这个牌涝是 调集了包括武警 以及当地的一些防汛力量 在这里对于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 其实也是需要将这个机坑里面 去进行冲水 这些后方的施工人员 就可以带着这些沙道 直接将这个渗水点进行堵漏 一带地区持续遭遇强降雨的侵袭 那么特别是在今年的7月7号左右 是在地面以上的 地面以上的 对对对地面以上的 所以说受到洪水以来 这一段围堤相对地区比较低 它的高程还不到20米 也就意味着现在的这一段围堤 要全靠我们武警战线的这个子堤 来抵御江水 那现在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 现场应该说形势还是非常紧急的 除了现成积水外 上涨的河水还将出入现成的国道 积线冲毁了90多米 多处发生小规模的塌方 经过抢险人意予抢险 截至14号晚上8点 和主要公路干线 对受灾路段开展防灾 查灾工作 超紧洪水 记者从当水文部门了解到 由于淮河下游在洪 目前水位在缓慢的下降 截至今天上 淮河王家坝水位26.31米 超涉满